又淘机防疫人员确诊感染源不明 到底病毒哪里来破口大追查 立委接获投诉 外包邪情人员抱怨 防水隔离衣竟然限制 一天只能用一件 穿脱之后还得像这样 用夹链袋包裹起来重复使用 而包裹之后的隔离衣 也是随手致放 看着人胆战心惊 他竟然在这旁边 就在穿脱他的这个隔离衣 还要放到一个夹链袋里面 那这样一天一件怎么是对的 他有一次被那个检疫官骂说 你怎么会在防务衣上用酒精 然后才发现 防务衣不能用酒精吗 可是他们只有一件而已 会破坏掉它的静电层 可能会导致防务效果会下降 如果是没有包起来 就会悬挂在休息室 离谱的是竟然是好几件 叠挂在一起 而这些可能沾染上病毒的隔离衣 就跟完全没有保护的工作人员 共处一室 病毒如果沾染的话 会不会飘散出来 破口可能就是从这些 小细节里面呢 一路就蔓延开来 一堆的防务衣 好像互相交换病毒一样 根本是培养民 立委不满 明明指挥中心同意 机场人员一天 可以有四件隔离衣 为何外包携勤人员 只能拿到一件 到底是双重标准 还是物资供应出了问题 隔离衣或者PPE 我们不会要求要重复使用 厂商在管理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要去了解 好PPE要重复使用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春节前入境人数暴增 机场防疫人员 每天面对的入境旅客超过3000 如果连第一线都会出现 防疫物资不足 也难怪国门被攻破 剪较会呈建安台北采访报道